欢迎收看G Channel ULTRA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手机的产品 就是我手上这款Samsung Galaxy SmartTag Bus 最近两家手机大厂都分别出了这种Tag的追踪器 主要作用是扣在宠物、锁匙或行李上 让你可以方便追踪它们的位置 今集想和大家开箱 去设计和用选择看看感觉如何 立即看看包装 正面很简单 白色有Tag的图案 旁边也有名字 这里有公仔显示 告诉你如何使用 后面是一些说明 打开看看 整个桌子很快就立即见到主体 下面会有一本Quick Start Guide 本身整个Tag很小 你见到我摆在手掌上也不太大 正面这里会有个Galaxy SmartTag Bus的图案 印上去 后面亦有一个压印了Samsung Logo 这里会有一个粒位 主要让你放一个银子 扭开它用来换电 官方说到一粒电 可以用到180天 而且电池只用到CR2032一般的饼电 这个都很容易买得到 整个就是这样 这里有个圈位 方便用来扣在物件上 中间这里是一个按钮 稍后设定时都会经常用得到 现在就用Samsung Galaxy S21 Ultra 手机 进行今次的测试 现在和大家进行配对 首先要用Apps 安装SmartThings App 按进去后 在加好 加一个新的装置 然后在素援附近 最方便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开机 按一下 它就会立即显示出来 现在因为我开了一下 立即会见到 Samsung Galaxy SmartThings 按下去之后 它就叫你做一些同意 按按按就可以了 按照去 这里它就叫我在Things App中间 按一下 所有步骤 跟着照做就可以了 好 来到这里 就叫你加回名字 我现在就下自己的名字 我建议大家加回好一点 因为你买过一个以上 可能要分A、B或更多的时候 色列是比较方便一些 然后按完成 然后下一步 再下一步 启动 这样就已经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看里面 App 才有什么可以玩得到 首先就是说 你需不需要追踪器 加一些什么物件 我们选择 里面就有很多已经预设了一些名字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 就在其他地方再改 我们一般 比如说鎖匙 这样 然后就会有一个 让追踪标签 寻找你的装置 按进去看一看 因为我已经和这部手机 做了配对的时候 你自己在TAC 上按两下 你手机就会响 方便大家 反过来用TAC 去找你手机 或者你的装置 这个也挺好的功能 好 我们再上上去看一看 以连线这边发生什么事 我们按进去检视地图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立即会连接了Google Map MAP 上就会显示TAC 的位置 如果你要寻找的话 就在下面按一个寻找附近 你会见到它有弱和强 如果TAC 距离远的话 就会变弱 距离近的话就会有强出现 另外它这里会叫你 拿起手机 其实你可以用到相机去做一个寻找方法 直接在画面上找到你的物件 稍后我会再试试给大家看 我们再看看下面有什么功能 旁边有一个导航 如果你的手机真的有一段距离 就可以用到导航方法 去找你的TAC 另外有一个响铃 响铃是反过来的 你是手机召唤的TAC 按进去 TAC 就会响 主要是让你方便找到TAC TAC 由按一次、按两次和长按 这里可以用来设定 例如你按一次 就可以控制电器的开关 另外长按就可以做到另一个设备的开关 如果大家在家里有智能装置 就可以设定 另外下面有一个音量 只是高低 纯粹大家自己调校 在下面有一个零声选择 你喜欢任何声音都可以设定 这里亦有电池显示 基本上Apps 大致上就是这样 我们再出去看看 你会见到这里会有多个地图出现 如果你有几个TAC 会有几个图案显示出来 如果你多买一个时便可以使用 现在我试试如何透过刚才的镜头 找回TAC 给大家看 现在我出来户外 我将SmartTAC 放在一旁 想做一个在地图上找回TAC 的方法 首先要先开着SmartFink 然后它会显示你上一次连线的地方 然后我选择刚才的SmartTAC 然后去检视地图 然后再选择沉找附近 有一段距离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弱了 这个讯号 我当然知道TAC 在哪 不然我走过去就去找一找 好 我们走过去看一看 越近的时候 你会见到信号越来越强 绿色就会增加 附近 越来越近 好 去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试试记一下 它的讯息就差不多越强了 来到TAC 了 它立即就会去到最强的位置 然后你就可以 递高手机 它就告诉你 你的装置是0.7米 非常之近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 使用相机 你就可以去掃描你的TAC 当它掃描到时 就会弹出一个讯息 告诉你 TAC 已经找到了 而且手机会不停震动 同时你也可以按着声音 TAC 就会大叫 好 可能有时你会塞 而角找不到的话 就用这个声音 就可以帮你找到的距离 OK 好 今次的户外测试 就到这里了 今天和大家简单介绍了 Samsung SmartTAC Plus 我觉得都挺方便的 如果你有时把铰匙、银包 不知道真的塞在哪里 这个寻找方法都挺快 如果大家有兴趣购买 可以留意影片下方的描述 我会留下一个银行 给大家了解更多 今次的Samsung SmartTAC Plus 就介绍到这里了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有问题 大家可以留言 我们即将会有更多 新的电子产品评测 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条片再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